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日美國掀起了一場網絡平台的大戰 先有的就是即時通訊平台的大戰 繼而有這個社交平台的大戰 可以說是相當精彩 先講一下即時通訊的軟件 WhatsApp之前修改了私隱條款 我們早兩天的時候已經說了 大家用手機打開WhatsApp的時候 應該會彈一個窗口出來 他就會要求你同意他修改私隱條款 無非就是要獲取用戶更多個人私隱 又說要將你的資料和Facebook分享 又說會將你的對話記錄儲存在Facebook的伺服器上 等等 就是要將個人資料用到盡 搜集更多的大數據 來幫他們Facebook集團賺錢 因為WhatsApp也是Facebook的一部分 被他收購了 其實之前都有很多網民表達了不滿的意見 因為Facebook只是做吸血鬼 錢他就懂得賺 而且還貪得無厭不斷地要求別人的私隱 但是來講在捍衛言論自由方面 他們就做得非常之差 比如說現任的總統特朗普 為何要被Facebook封禁了他的帳號 不讓他說話 這就等同於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 剝奪了他的傳播資訊的自由 在言論自由方面 而且都是雙重標準的 當那些左翼分子 左派的人士 比如說那些Antifa組織 或者是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在前年出現了那些打雜搶銷的 示威活動的時候 又不見Facebook去處理他們的帳號 還可以諾恥不疲地不斷發言 反而現任總統就沒有發言權 這些是不是利用他們的科技霸權 實踐一些變相的政治迫害 所以別人不滿是應份 你在保障言論自由那裡 真的做得很頑皮 現在就連全球首富 Tesla的創辦人 Elon Musk 他都出聲了 馬斯克到底他講了什麼 他就在Twitter上寫了一句 叫做Use Signal 言簡易改 就是等同於號召全球的民眾 來改用Signal這個 即時通訊軟件 以及表達出對WhatsApp的不滿 大家如果現在去下載Signal這個軟件的話 就應該會看到 其實那個下載量就相當驚人 無論是在蘋果的App Store 或是Google的Play商店 大家都會看到這個Signal的軟件 是明列前茅的 排得很前的位置 即是證明到近日 很多人真的在響應 馬斯克的號召 甚至乎當大家下載了這個軟件之後 就要收到一個短訊作為驗證碼 收這條短訊 起碼要三四個字 現在就應該快了很多 因為之前 馬斯克一作呼籲的時候 全球很多人一窩蜂就下載 那個團結程度是相當驚人的 可能很多人都忍了這個WhatsApp 很久了 尤其是你Facebook 這家集團所做的事實在是太過份了 所以我們都決定 響應這個馬斯克的號召 我們Facebook本身 這個高清本土台有一個專業 但我們都決定轉移到MeV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可以在影片下方的文字描述 找到我們MeV專頁的連結 大家就可以按進去 你就可以like我們那個page 那個就是MeV來的 不是Facebook來的 我只是覺得一件事 千里之行恥於足下 大家始終要踏出第一步 才可以走下去 因為路其實都是由人走出來的 以往你說 民眾有沒有試過 在即時通訊軟件 進行大簽署而成功 有事實是有 我都經歷過兩次 有幸 第一次就是當年 很流行一個軟件 叫做ICQ 現在已經沒什麼人用了 當年流行ICQ 大家一起落此不疲 這樣用 後來有一個軟件叫做MSN 那慢慢MSN就是取代了ICQ 大簽署第一次 第二次是怎樣呢 就是當出現了這個智能手機以後 連MSN都不流行 那時候流行什麼呢 就是流行現在的WhatsApp 那麼MSN的人就慢慢 改用WhatsApp 一用 終於已經是十幾年的時間了 難得現在有個全球首富出來做號召的時候 很應該藉著這個契機一起去響應 我覺得 當然 馬斯克和Facebook的嚴規 就不是現在才出現的 他在2018年的時候 就響應一個叫做Delete Facebook 就是刪除Facebook的運動 於是他就把SpaceX和Tesla的Facebook專頁刪除了 他真是厲害了 新鮮事卒 我們都遲了 不過不要緊 遲到就好過沒有 我們就決定把我們Facebook專頁 就轉過去MIV 希望大家多支持 按下按鈕 好了 至於 轉用這個Signal 就有什麼特色呢 他就有一個叫做月後即焚 就是看完之後 那條信息就不見了 這樣 是不是代表 這樣就很有安全保障 未必 當初很多人 去吹捧Telegram的軟件 就說他 保障到你的私隱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結果有很多年輕子女就中招了 根本上 要找的時候 一定是有方法可以查得出來的 所以 無論是轉用Signal也好 轉用Telegram 轉用什麼都好 純粹就叫做是一個表態 千萬不要有一種錯覺 就說 某一個的即時通訊軟件 是百分百安全的 這個世界沒有百分百的 大家有眼見的 去年有多少新聞出了來 是跟Telegram的軟件有關的 所以千萬不要在軟件那裡說得出就說 尤其是當你連對方都不知道在哪個的時候 很容易出事 一定是要小心至上 轉用這個平台 純粹是一個表態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至少 我勸喻大家都要安全至上 老實說 好了 接著就說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 特朗普總統 遭到了Twitter 永久封殺 這個我們今早早的時候有說到的 他的支持者就很有心 現在原來就一起拉大隊 離開Twitter這個平台 轉了去Parler 但是當那些人一拉隊說轉台 馬上就受到那些主流的科技巨企的打壓 Google就用了一個很荒誕的藉口 就說你這個Parler審查不足 於是就把這個Parler的軟件下架了 大家就不能夠從Google Play下載到這個軟件 你就要從另外的途徑去找 這個很明顯就是另一種封殺 特朗普已經被Facebook和Twitter封殺了 我不讓他說話了 現在人家拉隊轉台 你都說連那個軟件都封殺了他的 那你只是代表著什麼 如果你說你不同意特朗普所說的話 你就駁斥他 甚至乎你跟他辯論 而不是一下子剝奪了他的發言權 那你這幫傢伙還有什麼資格 站在一個道德的諸於封海樹指天篤地 就說別人其他國家的平台 是禁言諸如此類 你這時候連別人的Apps也封殺了 你像什麼樣子 他要說你就有得他說 你都已經要拿的東西都已經拿得到手了 是不是 差十幾天而已 不需要說騰得那麼厲害 是不是 說都不讓別人說 香港人還是現任總統 最令我感到反感的一件事是什麼 那些號稱要在國際線上 幫香港人發聲 打拼那些本地左膠正棍 你是香港人 你應該好知道在2019年的時候 特朗普是曾經在8月份叫停過老解 叫他們不要從深圳來香港 又或者有些參議員是曾經來過香港 幫香港人發聲的 比如說George Hawley 霍利 又或者是Ted Cruz 克魯茲 現在這些人他們都是力撐特朗普到底 同樣都是受到政治清算的 你那些左膠口口聲聲 經常說一句口號 要為無聲者發聲 要為無權者充權 現在特朗普正正就是 被人家這樣來租資 發不了聲 你那些傢伙什麼時候才能為他發聲 一隻二隻只懂得 緊抱著民主黨和拜登的大腳 這些人像什麼樣子 你拼什麼 是不是拼outload 還是怎樣 為什麼你不幫總統來發聲 過去兩個月以來都不要說了 出現了那麼多選舉的亂象 沒有人是說過半句公道說話的 現在還有一些人渣走出來說 多謝警察來鎮壓示威者 大哥 現在有些警暴的行為發生了 你看看 有一個不幸離世的示威者 他是愛國的軍人 你到底這幫傢伙在做什麼 請問 是不是民主黨做的事 你永遠都說是對的 啊 這樣說話都可以 是不是冷血的 這些人 有什麼可能多謝警察 你應該譴責他 為什麼要對著一個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這樣開槍 講不講得過去 不是說民主黨或者拜登做什麼都要說對的 甚至乎現在出現了在議會裡面塌油的情況出現 請問你多謝警察 你多謝他震報 多謝他什麼 當那個人民的議會是沒有辦法 為得到人民發聲的時候 人民就自然要站出來的 是不是你這個議會事實上就是反映不到民意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到最後的六名的參議員是肯為公義發聲的 還要那六名的參議員說完話之後 都要被人租質要被人政治清算 然後整班這些左膠正棍 一個都不出聲 還要去撐拜登的就大把 不要搞任何事情啦 這班人收檔啦 這麼不公道的 是不是 只是說公道這兩個字 不要說誰幫誰 都不要說什麼德仁因果千年記 這些東西 這麼艱難 對於這些左膠正棍來講 有一個號稱在打國際線的所謂KOL 他還怎麼說呢 明明陶傑 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文章 他無非就是幫特朗普說半句公道說話 竟然間這條賤人 就在Twitter上 扣帽子給陶傑 老屈他在搞白人至上主義 你說這些人是賤人到怎樣的 一個地步 喂 怎樣白人至上 特朗普 你又屈他白人至上 當時陶傑幫特朗普說半句話 你又屈他也是白人至上 那不用說話啦 是不是 根本上這群傭子就顛倒是非 指鹿為馬 你怎麼幫香港人 你幫了香港人做什麼 我想請問這群傭子其實幫什麼 不用你幫 你幫了什麼 一邊就在籌款 唉 整班都離譜了 我看不過眼我就會出聲 我就不會說你誰上台就托大腳 如果你誰上台就托大腳 不用托拜登 大群人都可以托 那你這些KOL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如果是這樣 我不如看一看 香港人的民意是怎樣的 為什麼那些科技巨企可以運用霸權來剝奪一個現任總統的發言權呢 為什麼你那些民主黨政客是可以這樣來冤禮的現任總統呢 你不出聲啊 過去兩個月以來也是不出聲的 這樣叫做幫緊 你幫什麼 幫人幫你自己呀 這幫人 我就一於是有碗話碗 有碟話碟 是其是 非其非 是那樣我就說那樣 不是那樣我就不說 你又不可能這樣說哪一個上台 全部走去西瓜靠大邊 靠攏 你等到他真的做了好事出來才稱讚他都未遲 現在就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拜拜